哈囉,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圖文不符用 10 分鐘的時間 從台灣的綠電經濟 和大家一起來聊聊 魚電共生的優點和它所遇到的困難吧! 說到再生能源,大家會想到什麼呢? 除了海邊的大風車之外 大多數的人對再生能源的印象 可能就是他們的發電量又少又貴 感覺不太可靠又很難發展的樣子 但是你知道嗎? 在今年的6月11號,因為夏天正中午的大太陽加持 全台的再生能源發電的總電量 竟然一度成為全台第二大的供電來源 那雖然這個狀況只維持了短短的半小時之後 然後之後馬上又被核電給超越了回去 但這樣看起來 或許我們確實有點誤會了 再生能源可以做到的發電量 事實上,今年初Google才剛剛向台灣認購了 1000萬瓦的綠電 而我們的太陽能產業 因為日照時間夠長,太陽又夠大的關係 近年預估將會獲得400億的投資金 用來發展太陽能光電底下的 魚電共生計畫 那如果魚電共生發展順利的話 就會成為提供綠電的主力 不過即使承載許多人的期待 魚電共生在推行的過程中 還是出現了許多反對的聲音 而目前因為落實狀況不理想的關係 業者與政府正面臨到企業撤資的累積 嗯?這個以前好像都沒有聽過的 魚電共生是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聽起來好像很嚴重的樣子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所謂的魚電共生指的是一套結合 養殖漁業與太陽能的發電方式 也就是透過支架把太陽能板架高在漁溫上面 讓一塊地可以一邊養水產一邊生產太陽能的意思 政府的願景是需要透過有效的土地利用 在保持漁溫的產量的中央下面 讓綠電也能跟著發展 而另外一方面也透過綠電的建設資金 回過頭來協助養殖漁業轉型升級 目前漁溫的經營模式是 地主把地租給養殖戶 然後養殖戶再用它來養殖水產 而太陽能業者加入之後 模式就會變成地主先把地租給業者多建設 那業者再用比較低的價格授權給養殖戶使用 這麼一來,不只地主可以因為土地的價值增加 而不用更好的價格把地給租出去 養殖戶也可以用比以前更低的成本來經營 同時,從養殖戶手中收取到的使用費 並不會回到地主或是業者的口袋裡 而是會成立綠電基金 它用來更新漁溫的場地設備 導入智慧型的科技養殖系統 還有建立水產的品牌行銷等等 作為養殖漁業轉型升級的經費來源 那從規劃上面來看 漁業共生既可以有效地用到南臺灣的土地跟日照 帶來更多的太陽能發電 又可以為養殖戶跟養殖漁業帶來許多的好處 應該不是一個壞主意才對 那麼,到底為什麼有人要反對呢? 現在讓我們換個角度 想像你是一個在台南七谷養文革的漁民 七谷地區的養殖漁業因為不超抽地下水 所以雖然產量沒有別的地方多 但是生態地形的維護卻比其他地方更好 以更能永續的發展 這個友善環境的形象 再加上優良的文革品質 讓七谷這個產地標章很受到下游的信賴 漸漸的有了穩定的生產供應鏈 其實要做到這樣的生態維護並不簡單 因為水產的產量 直接關係到每一次的收成還有漁民的收入 但維持生態的永續發展 卻是一個比較難直接看見成果的長期投資 所以有現在這樣的一個良好環境 都是靠著大家先苦後甘、同心協力才獲得的成果 但是突然有一天,漁電共生出現了 政府想要推動一個計畫 在你的漁溫上面架設太陽能板來發電 而原本地主會直接租給你的地 現在會變成先租給光電業者 然後你才從陌生的光電業者那邊再接收回來 那這樣的改變 很自然地就讓漁民們感到不安 比如說,如果把太陽能板架設在漁溫上面 那麼養殖的手法是不是就要改變了呢? 太陽能板會不會有毒 會不會污染大家長期維護的生態呢? 如果太陽能板使得水傘的產量下降、品質變差 甚至破壞了下游漲商的信賴,該怎麼辦? 撇除這個不說 自從太陽能業者說要進駐之後 地主的租金就開始不斷飆漲 如果租不起地,以後該怎麼生活呢? 再說,那些業者真的會把地授權給我們使用嗎? 這些直接關機到生存的不安 使得部分的漁民不敢隨便同意讓光電業者進駐 也變成了漁電共生卡關的主要原因 而這些擔憂政府與光電業者其實也都知道 那他們又是怎麼回應的呢? 首先,關於太陽能板有毒的質疑 業者強調,太陽能板在出廠前都會經過品質的品管 絕對不會融出有毒的物質 而且他們也保證只會用清水來清洗太陽能面板 絕對不會使用任何的化學藥劑 另外,政策也規定在實施漁電共生之前 必須要先確保養殖水散 還能維持至少原本七成的產量 所以從去年以來,政府也有委託農委會的水事所 先在實驗場進行測試 觀察太陽能板對產量的影響 而目前的結果顯示,在遮蔽率40% 也就是太陽能板只覆蓋每個漁溫40%的面積的狀況下 文革、烏鍋魚、鱸魚還有石斑的產量 都能順利達到原先的七成 而夏天的時候,因為太陽能板能夠幫助嫁溫 所以文革跟鱸魚的產量甚至比以前還要多 而至於土地的使用費問題 業者也承諾收費標準是 大家原先跟地主承租金額再打六折 絕對不會因為土地價值的變高 就跟著調高收費,讓漁民增加成本 而在授權的時候,也會優先讓原本的養殖戶使用 而且,比起以前跟地主一年簽一次約的模式 他們會用更長期的合約來跟養殖戶建立合作關係 不會讓大家一直處在擔心明年會租不到的這個狀況 也能更安心地投資漁溫的設備 整體來說,政府的漁店共生政策 是以漁業優先為前提 而台南市政府更是自己設立的三大優先原則 也就是 1. 生態優先 優先確保生態棲地不受破壞 2. 生存優先 確保地主跟漁民的生氣來源 3. 地遠優先 尊重地方的意願 只要地主與漁民有一方不同意 就不會開放建設 在這樣的政策規範之下,業者強調 綠電是附加在漁業之上的設施 如果原先的養殖漁業不見了 那麼太陽能發電的申請也不可能通過 所以他們絕對不會為了要發展再生能源 就不顧漁民的生活 不過即使他們發出了這樣的聲明 還是沒有辦法消除所有人的疑慮 目前雖然有幾個餘電共生專區 已經取得了足夠多數人的同意 正在向政府提出建設的申請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反對方的抗議陳情也在這期間不斷上演 導致政府不得不放慢審議的腳步 而就在這一來一往的拉鋸中 漁民的心情也越來越焦慮 而業者也越來越著急 擔心投資企業會因此失去信心而撤資 或是停止投入下一期的資金 從我們手中找到的資料來看 感覺政府與業者面對質疑 似乎有給了滿友善 而且也算是滿有誠意的回應 那為什麼還是有很多人沒有被說服呢? 也許還有什麼細節是我們比較難去知道的 也或許是雙方的資訊 在傳遞的過程中有些誤差 但除此之外我們猜測 這或許也跟人民長期對政府的不信任有關 不管是業者給出了租約承諾 還是政府提出的三大優先保證 雖然都是很有誠意的方案 但是這些都必須建立在雙方的互信上面才有用 如果漁民不相信業者或是政府會尊重承諾 那麼即使再怎麼有誠意 政策恐怕還是會很難以執行 另外這個發展爭議為什麼會這麼難取得共識? 我們覺得也可以從如果漁店共生失敗了的後果 來看看支持與反對雙方各自面臨到的壓力 對那些發出抗議的漁民來說 太陽能板的建設一旦開始就無法回頭 那萬一這個建設失敗或結果不如預期 那麼最直接影響到的就是他們的成績 那再加上漁店共生的運作模式 從土地的所有權到生態環境維護 都會依賴別人的承諾 他們並沒有什麼制衡的手段 所以如果對這個政策感到擔憂的話 他們就只能在整個計劃開始之前就先阻止它發生 不過,如果我們換個角度想像自己是獲得了 大筆企業投資的太陽能業者 以及努力推動著能源轉型的政府 面對現在的這個局勢恐怕也會覺得十分的心急 目前全世界的能源趨勢都越來越朝著 減碳、少核的方向走去 隨著消費者的環保意識抬頭 全球的大營企業也不得不增加使用綠電的比例 而這也成為了各國政府必須積極發展再生能源的壓力 台灣雖然沒有太多這樣的大營企業 但身為高科技出口導向為主的國家 我們是不少大企業的零件供應商 比如說光是做Apple的生意 我們就有40多家企業參與在其中 每年大約可以有300億的獲利 所以當App承諾全世界說 它要用100%的再生能源製造它旗下的產品時 為了維持這個合作的關係 我們勢必也得跟上這個規範 那現在,乘著這股趨勢 我們剛好有太陽能產業可以發展 也得到了不少資金的投入 有可能一直完善國內的產業鏈 甚至把綠電外銷給國外的企業 但是,原本期待可以發展成功的餘電共生 如果一直沒有辦法順利的開始 那麼國內的綠電需求就會變成要跟國外購買 而萬一被撤資除了損失一大筆資金 錯失發展綠電經濟的大好機會之外 還可能造成我們在國際上的合作性流度下降 影響未來的其他發展機會 說到這裡,相信大家應該都能體會到 支持與反對方各自的難處在哪裡了 那這個議題的研究到這邊 我們最大的感想其實是 一個政策要推動 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就算一開始利益良善,在具體執行的時候 還是會遇到許多不同族群與不同立場的挑戰 對其中一方式優點來的事情 對另外一方式可能是非常危險的 就拿餘電共生來說好了 漁民的生存焦慮跟能源經濟的發展機會 其實就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 不能直接拿來互相比較,彼此說服 所以要怎麼在這些聲音之中取得共識 並且把整體方向往前推進 就真的很依賴所謂的高空了 說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對要推動改變的一方來說 溝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我們今天的提問就要來問問大家 如果你是政府的話 你會怎麼處理這個爭議呢? 這個做法有可能會導致哪些危機呢? A. 直接強制一塊土地開始建設 證明餘電共生真的是一個好政策 B. 雖然已經開過很多次 但還是要繼續開更多的供應會 來跟反對人事對話 C. 用資源大力提倡綠電經濟的優點 用大眾輿論來壓過反對的聲音 提供其他留言跟我們分享你的想法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台灣綠電經濟的機會 還有餘電共生的爭議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登山前的使用者附會問題 以及更多的政策翻譯舉弱系列 然後當然也別忘了下LOGO訂閱我的頻道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